大家好 修修今天跟大家分享雪妹娘的做法 碗中倒入180克纯牛奶 40克糖粉 没有的话白糖也是一样的 25克玉米淀粉 100克糯米粉 用筷子挖打蛋去 先将它们混合均匀 搅着这样细腻顺滑 抹面疙瘩的面糊就可以了 盖个盖子防止水蒸气倒流 冷水上锅大火蒸30分钟 将它蒸熟蒸透 将蒸熟的糯米糕直接放在案板上 加入25克黄油 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烫手 揉至黄油完全被糯米糕吸收就可以了 用保鲜膜包裹住 防止水分流逝 放在一旁晾凉 趁这个时间炒点熟糯米粉 炒至糯米粉有点微微花黄 能够闻到糯米香味就可以出锅了 奥利奥饼干加薪去掉 再将它捣碎或用破壁机打碎 加入100克酸奶 加有奶油的话最好用奶油 将它拌匀 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撒一层刚才炒熟的糯米粉 将凉凉的糯米糕放上来揉一会 再搓成长条分成等分的小剂子 起其中一个小剂子 将它改成中间厚四边薄的饺子皮形状 再将饼皮放入一个小碗中 放入馅料 漱口紧实 捏合完整 并且将它搓盐润 放在托盆中 咱们的血味量就做好了 口感非常的软糯清香 整个口感吃起来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而且入口即化 非常的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